第五百四十一章 灭仙棍法 燕罗有些厌恶地皱了皱眉 忽然抬起了一只手掌 只见其掌心之中 莫得亮起了一道银色光芒 继而其一掌猛地朝地面拍落 轰的一声 一道银色光柱冲天而起 继而化为漫天银色电芒 四下扩散开 密密麻麻的腐尸 便被这些银色电光 纷纷炸成了碎片 四散飞舞 燕罗身形一晃地出现在半空 一身银色亮甲上 没有沾上丝毫无垢 他足下轻轻一点 整个人便飞身 来到了半空之中 在血跃的映照下 其本有些苍白的绝眉脸庞上 似乎多了几分血色 他目光一转 朝着下凡 他的死灵大军望去 数万骷髅士兵 似乎受到了某种指令 顿时挥舞着手中的兵器 朝那残存的腐尸残军冲了过去 眨眼间将之淹没 燕罗站在半空 胸膛微微起伏 一番残暴屠戮后 其心中那股难以抑制的怒意 才渐渐平息下来 再次陷入了深深沉思之中 半晌之后 燕罗重新抬起了头颅 他的眼中没有了怒火 却多了一丝迷惑之色 他似乎隐约想起了些什么 又觉得不太真切 他抬起了绝眉脸庞 将目光投向了深邃的天空 时事之中 石目摇了摇头 精神清醒了一些 他长呼了一口气 终于从那幻境中脱离了出来 此次经历 虽然没有上一次凶险 但是也让他心计不已 石目闭目感应 灵海之中翻天棍微微转动 他脸上露出复杂之色 此棍高深莫测 如今和他之间的联系增强了不少 不知是服侍或 对了 功法口诀 石目忽然想起 先前脑海中一闪而逝的那些文字 急忙运转神魂之力 在神石海中搜寻起来 片刻之后 他脸上一喜 在神石海一个角落 他找到一小团光球 神魂之力一碰触到光球 小球顿时啪的一声 爆裂开来 化为了无数玄奥小字 石目看了几眼 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这次他看得真切 这些小字不是别的 正是九转玄弓第三转的口诀 他当即如今四可地阅读起来 第三转的功法口诀并不复杂 很快便看完了 但是小字还没有结束 后面还有一些内容 他继续阅读下去 心中顿时移动 小字后面的内容并非功法 而是遗留下了一段信息 是关于白元老祖遗留在世的三处宝藏 根据信息所述 这三处宝藏 是白元老祖精心设计遗留下来 为了应付无法应付的宿命大敌 无法应付的宿命大敌 石目喃喃自语 有些不明所以 继续往后看去 这三处宝藏 其中一处在青蓝圣地第二层空间的某处 一处在迷阳星域之中 还有一处 则在白元老祖出身的某个偏远星域的星球上 石目脸上再次露出喜色 白元老祖精心所留的宝藏 里面定然不是凡物 他正要仔细查看 脑海之中呼的一阵剧痛 忍不住抱头发出一声闷哼 脑海中呼的凭空符 献出无数金色小字 还有许许多多的金色小人 手指棍棒 挥舞出各种精妙招式 这时 剧痛只是一闪 随即便潮水一般退去 石目死死看向那些金色小字和金色小人 他看了足足一刻钟才弄明白 这些金色小字和金色小人 是在演练一门棍法 就在此刻 石目脑海中响起了一个声音 鱼子从踏上修炼之道 一生共学得各种品接棍法棒寂静百种 但自从进阶神境后 忽然恍然大悟 将一生所学棍法 配合翻天棍 化为这一世灭仙棍法 妄得之者养我翻天之威 灭尽天庭群仙 切莫勿之 声音浩大且飘渺 在耳边回荡不绝 两久之后才消散 灭仙棍法 石目心中大害 继续仔细翻阅这灭仙棍法的文字 发现此棍法赫然真的只有仪式 但其发招玄妙之极 他强行按捺住心中震惊 沉吟不语起来 自从将通天十八棍法揣摩透彻后 他自问对棍法研究 已颇为精深 但是对于这一世灭仙棍法 却是乍看珍惜爱 有些云里雾里 完全不得要领 但是 当他来回看了近百次后 却越发觉得 此棍法精深玄妙 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让其直呼神妙 不由开始沉迷其中 不知过了多久 石目才有些慢慢醒来 神情看起来有些茫然 他脸上慢慢露出笑容 笑声越来越大 最后仰头大笑起来 片刻之后 他笑声呼得一指 神情间满是兴奋之色 不对 石目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掐指一算 眉头一挑 他沉浸在棍法领悟中 不知不觉间 赫然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这一世灭仙棍法 玄妙无比 对舞者具有无穷诱惑 以他的心境也无法抵挡 虽然只是粗粗参悟了医院 但是他对着此棍法的威力 已经有了部分了解 远远超过了他现在的翻天棍法 石目眼神闪烁 片刻之后 呼得一咬牙 做出了决定 他心念一动 传讯给了采儿和棋风 说接下来要继续闭关进修 万事不要打扰 传讯结束 也不等回应 石目当即暂时掐断联系 闭上了眼睛 继续沉浸在了灭仙棍法之中 洞府之中 正在火灵拳附近玩耍的采儿脸上一待 转头看向石目闭关之处 叹了口气 这石头 整天闭关 真是无趣 采儿抱怨了一声 振翅飞起 朝着洞府之外飞去 灵帝一处房间之中 齐峰此刻似乎正在修炼 接到石目的传讯 他脸上微笑 石目这些年九成时间都在闭关修炼 将灵帝的各种事物 都扔给采儿和他管理 采儿虽然时而会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点子 但其实并不怎么过问具体事物 对于石目与诺 播出奖励的那部分资源零食 自然更不会过问 鉴于此 齐峰暗中自然弄了不少好处 不过他很有自知之明 谋取的好处都极少 且石目所交代之事 他都会尽心尽力办好 毕竟他知道 石目看似万事不理 但是那里极为精明 那个滑头的采儿 一双眼睛也没有闲着 他可不敢有丝毫见缘 齐峰沉默了一下 豁然站了起来 朝着外面走去 从刚刚石目的传讯消息看 接下来的闭关时间似乎不短 灵的有些事情 他必须先安排下去 时光飞逝 转眼间三年过去 这一日 石目闭关洞府之中 盘夕而坐的身体呼的一阵 他缓缓睁开了眼睛 眼眸之中 泛起诡异的黑白两色光芒 不过很快散去 他站了起来 脸上露出喜色 三年时间的参悟 对于这一世灭仙棍法才 堪堪入门 勉强能够施展而已 不过即便如此 这一世棍法威力之强 也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 他心中顿时 有些跃跃欲试 眼神满是兴奋之色 当即起身朝着外面走去 洞府大门轰然打开 石目的身影走出出来 石头 你终于出关了 彩儿从半空飞下 落在了石目肩膀上 石目点了点头 脚步不停 你最近怎么老是闭关 修炼当真这么着急 彩儿看石目 有些心不在焉 又说道 形势所迫 你也明白的 石目说道 那你这是又要到哪里去 要出门吗 彩儿问道 我要离开清安圣地一下 出去办点事 石目点头说道 出去 太好了 俺也要跟去 这些年一直待在清安圣地 俺都快闷死了 彩儿立刻叫道 石目淡淡一笑 挥手寄出轻易飞车 他这次出去 也不是有什么钥匙 带上彩儿也没有什么 一道青色顿光 朝着玄灵塔飞射而去 四五日之后 一道青色顿光 出现在了距离 清安圣地数万里外的 一处荒芜山脉之中 一闪现出了石目的身影 此次山脉荒芜 除了几种矿石 并无其他出产之物 不过山脉之中 倒是潜伏着不少妖兽 只是大兜实力较弱 且没有什么罕见的品种 故而 此处虽然距离 清安圣地较近 但是清安圣地 少有人来此 石头 你来这种 鸟不生蛋的荒地 来干啥 猎杀妖兽 采儿朝着周围看去 以采儿此刻的目力 数百里内的情况 都尽在掌握 石目摇了摇头 眼中露出一丝兴奋之色 但见其单手一抬 手中黑光一闪 如一棒浮现出 这几年我在仓舞一门棍法 刚刚小游所成 只是在此稍作尝试 看一下威力而已 石目说着 手中如一棒上 泛起了黑色光芒 怎么这么麻烦 在灵地演练不就得了吗 何必还大老远地 来到这种地方 采儿不解地问道 石目摇了摇头 这一是灭仙棍法 它是无论如何 也不敢在 青蓝圣地中施展出来的 道理和九转玄宫一样 谁知道青蓝圣地 是不是也对 灭仙棍法有些了解 毕竟白元也曾是 圣地万众主目的存在 石目深吸了一口气 不再和采儿交谈 心神沉寂了下来 如一棒上黑光越来越亮 石头 等一下 就在此刻 采儿呼地叫了一声 眼神金光闪烁 朝着一个方向看去 怎么了 石目一正 问道 那个方向 有两头气息十分庞大的妖物 恐怕已有天位实力 石头 你既然要试验棍法威力 与其在这里的白地上施展 不如在那两头妖物身上试验 采儿说道 好 那就试试 石目文言点了点头 身上漠然赤光大放 朝着采儿所看的方向飞去 第542章 复阴报扬 片刻之后 石目的身影 出现在了数百里外的一处 巨大山峰前 山峰底部有一个巨大洞穴 黑漆漆深不见底 但可以感受到 一股强烈妖气 从里面溢散而出 石目通过采儿的视野 将里面的情况 尽收眼底 洞穴深入地下颇深 里面最深处一个巨大洞窟空间内 赫然趴握着两头 身形庞大的黄色妖兽 外形看起来 有些像是山师 棕毛匹首 身形足有七八丈长 三四丈高 背脊上长出一排黄色尖刺 周身被一层浓密妖气包裹 正如采儿所言 这是两头修为达到天卫镜的妖兽 原来是两头黄蜂吼王 石目喃喃说着 深吸了一口气 一股宏大气息 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而后其双手握紧如一棍 单脚往前踏出一步 手中长棍 猛地往前虚空一击 黑光一闪 但见一根黑乎乎的巨棍虚影 从如一棍身中飞出 而后竟横跨百丈之远般地 狠狠窜入前方的洞窟之中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后 洞窟之中一阵巨颤 无数碎石击射 寝客间将硕大的洞口堵塞 吼吼 几乎就在下一刻 洞穴之中传出一声震天响的嘶吼 洞口狂风呼啸而起 堵在的门口的巨石 似乎受到一股距离 纷纷从洞口飞溅而出 四下飞落 洞口再次被清出一条通道 石目望着前方的巨大动静 收棍身前 没有一栋分毫 那些飞溅而出的巨石 只要触及其体表持许处 便会直接崩碎开来 化为积粉落下 就在此时 洞中一阵呼啸狂风声传出 紧接着 两团黄色旋风从洞中飞出 如风驰电掣般 落在石目前方 黄光一脸 现出两头身形巨大的黄蜂吼 妖兽身影 两头巨兽 一头黄色棕毛披散 眼中凝光暴射地盯着石目 口中发出阵阵嘀吼 不过此刻石目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有些诡异 两头妖兽一时之间 似也不敢贸然发起进攻 哼 石目目光从两头黄蜂吼身上一扫而过 口中陡然发出一声长笑 下一刻 其左右手臂分别泛起白黑两色光芒 越来越亮 直冲天际 石目一个小小人类 此刻恍如一座飓峰 矗立在天边 狂暴的威压从其身上爆发开来 朝着两头黄蜂吼压去 两头黄蜂吼眼中神情大变 不约而同狂吼了一声 大口一张 无数黄蜂从其身上泛起 凝聚成两道粗大无比的黄色蜂柱 朝着石目披头盖脸的席卷而来 狂风呼啸 呜呜作响 地面的尘土植被被蜂柱卷起 混杂在了里面 更增威势 两道蜂柱初始只有二三十丈 但是到了石目身前时 已经暴涨到了百丈左右 连天接地 脚的附近虚空一片天昏地暗 仿佛末日将至一般 石目豁然睁开眼睛 面对两道粗大之极的蜂柱 口中冷哼一声 手中如一棒 黑光大放 下一刻 他身形犹如陀螺般转动 手中如一棒 也变得迷蒙起来 幻化出一道道纵横交错的残影 黑白两色光芒 淹没了他的身体 恍如一颗黑白太阳一般 耀眼刺目 灭仙棍法 这一刻 石目的声音犹如九天雷霆 在半空乍响回荡 经久不绝 但见一道粗大无比的黑白两色棍影 从半空中浮现出 继而轰然落下 直接砸落在黄色龙卷封柱上 两个巨大封柱 在黑白色棍影处极下 仿佛纸壶一般 轻易被击断 爆裂开来 消散无踪 两头天位黄蜂吼大惊 但是不等他们做出什么 那道黑白两色棍影漠然一亮 继而爆发出一团黑白相间的光芒 顷刻间笼罩住了方圆离许的范围 两头黄蜂吼也被笼罩在了里面 两头黄蜂吼四足狂奔 周身浮现出一道道黄色飓风 想要挣扎出去 周围虚空呼的一阵扭曲变形起来 黑白两色光芒一下分开 白光往上 黑光下降 仿佛天地初开 轻着之气分离一般 两头黄蜂吼的身体飘浮了起来 黑白二气之间 重力似乎消失无踪 这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空间领域 空间之力也朝着中间挤压了过来 两头黄蜂吼大惊 身上亮起刺目黄芒 口中喷出一道道封柱 封刃等攻击 似乎想要设法打破这个黑白空间 连稍微撼动黑白空间也无法做到 轰隆隆 黑白空间剧烈变化 本来分居上下的黑白光芒 猛然间凝聚到了一起 形成一黑一白 两个巨大无比的末盘 一边旋转着 一边朝着 中间合拢 两头黄蜂吼眼中露出绝望之色 口中发出一声怒吼 身体鼓胀了起来 似乎要自爆躯体 和这个空间同归于尽 哼 黑白空间之中响起一声冷哼 黑白末盘陡然加速合拢 将两头黄蜂吼夹在了中间 转 虚空之中响起一声大喝 黑白大漠盘碾压转动 两头黄蜂吼的巨大身体 在空间中被一阵拉扯 剧烈变形 紧接着扑斥两声 纷纷化为了漫天血水肉泥 仿佛两个被踩扁的果子 汁水飞溅 来不及发出惨叫 便彻底死亡 神魂也被碾碎 刹那间 天地之间 只留下黑白二色 依旧以佩然气势 缓缓转动 只是速度越来越慢 片刻后 黑白空间一阵波动 终于消失无踪 半空之中现出石木的身影 他此刻脸色苍白至极 连飞行也有些摇摇晃晃 在其下方的地面上 四散着大片碎裂血肉 正是两头黄蜂吼的碎尸 石木挥手一招 血肉中飞出两个拳头大小的黄色妖丹 落在了他的手中 这两枚妖丹级天卫妖兽 修行至今千年修为于一身 是炼制丹药等物的绝佳材料 十分值钱 他略意打量后 便将两枚妖丹收了起来 连忙落在了附近的地面上 取出几枚丹药服下 脸色这才好看一些 他眼中满是极度兴奋的神情 灭仙棍法与玄公相辅相成 威力之大 超出了他的想象 一击之力 两头天卫妖兽 也被轻易碾杀 这一世棍法 已经脱离了寻常棍法的范畴 蕴含着无尽的空间之力 能够引动天地本源之力 若非自己对于空间之力感应力 达到了一定程度 恐怕根本无法在这点时间内 有所成就 此外 这灭仙棍法 虽精妙无穷 但对真气的消耗也是极大 以他目前的修为 也只能勉强施展一次 一次之后 他体内真气 便几乎被抽干 石头 你这是什么棍法武技 竟然厉害到了这种程度 彩儿此刻从远处飞了过来 大叫道 刚刚灭仙棍法施展的时候 石木将其远远送了出去 免得被棍法威力波及 试一试灭仙棍法 我刚刚从翻天棍中参悟所得 石木对采儿说了一声 便不再理会 取出两块极品灵石握在手中 汲取其中灵力 迅速恢复体内真气 采儿也没有再问 自觉地在其周围 为其护法警戒起来 极品灵石蕴含的 天地灵气之精纯 自然绝非上品灵石可比 不过一会功夫 石木便睁开眼睛 目中金光四射 体内真气便已近乎完全恢复 走吧 他站了起来 石头 这就回去了 采儿四有些不满 石木淡淡一笑 他来此只是为了检验棍法威力 现在实验过了 自然要回去了 石头 兰德出来一趟 我们在这附近玩一玩 找些好吃的再回去吧 整天待在洞府里 实在是太闷了 采儿道 也好 兰德出来一次 我记得这附近有一座城池 盛产一种甘露林草酿制的美酒 去给你弄一趟再回去 石木笑道 他好了 采儿兴奋地大叫 石木摇了摇头 身体化为一道赤色顿光 朝着一个方向而去 七日之后 石木再次回到了洞府 见了棋风一面 随意问了一下 这几年门中发生的事情后 便再次朝着 后山走去 密室之中 石木脸上露出挣扎之色 片刻之后 有些艰难地摇了摇头 勉强摆脱了 继续参悟灭仙棍法的念头 他虽然已勉强入门 但此棍法太过精妙 绝不是光靠闭关参悟 便可快速提升的 根据他的经验来看 就是再花十年时间去参悟 也未必能有太多进展 现在时间紧迫 他可没有太多时间 花费在灭仙棍法上 他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下心绪 脑海中运转神魂之力 落在了九转玄弓的 第三转功法口诀上 第三转功法口诀 他此前便已经看过 鼠边不止 和第一转修炼阳之力 第二转修炼阴之力不同 第三转的核心 是阴阳合一 一转阳 二转阴 右手复阴 而左手抱阳 阴阳二气 充须以为何 当能修炼到阴阳之力 真正融为一体 才是第三转大成 第三转功法内容 看似不多 但是字字朱击 满含深意 接下来的时间里 石木反复参悟 足足过了七天七夜 才对这稍微有了些许感悟 开始尝试修炼起来 黑白两色光芒 从石木左右双臂上 同时泛起 同时朝着身体中蔓延而去 很快接触在了一起 石木面色凝重 身体有些绷紧 默默运转第三转功法口诀 试图将阴阳两股力量 在丹田处融合为一 第五百四十三章 幻魔道 时光荏苒 光阴流逝 转眼间三个月一化过 密室之中 石木盘膝而坐 双目紧闭 整个人被一层 黑白相间的光芒笼罩 两种颜色精卫分明 没有丝毫融合迹象 怎么回事 简直完全不得要领 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石木睁开眼睛 口中喃喃说道 这两三个月里 他不断尝试 至今却徒劳无功 让其不禁有些心骄 同时催动 左手致阳之力 和右手致阴之力 都没有问题 但是一旦尝试 阴阳之力融会贯通 致阴之力和致阳之力 立刻泛冲 根本不可能融合一体 他也不敢强行融合 否则阴阳之力激烈冲突下 这种爆发力太过惊人 倒是怕是他的身体 首先便承受不住了 石木眉头紧皱起来 一转二转 分别需要天兽精血 外加致阳之火 和至阴之气的灌注 第三转却并未提及这些 本让其有些欣喜 结果这一番尝试下来 却远比想象中的困难 本来 修炼碰到这等问题 应该请教师尊前辈 但是他如今连修炼之事 也不敢让他人知晓 如何有人可以询问 对了 白元老祖的那三处宝藏 石木脑海中电光一闪 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脑海中 还有白元老祖遗留的 关于三处宝藏的信息 还没有仔细查看 其中或许有办法 白元老祖不会无缘无故 留下三处宝藏 既然在说明功法的同时 留下了这一段信息 其中必有深意 石木立刻闭目查看起 关于那些宝藏的信息 足足一顿饭的功夫 他睁开了眼睛 脸上露出大喜之色 他想得果然没错 白元老祖在青蓝圣地 二层空间的宝藏里 留了一种有助于阴阳平衡之物 至于究竟是什么 却并没有说明 无论如何 这一信息对于如今的石木而言 绝对是雪中送炭 不过随即 石木似乎想起了什么 神情间的笑容慢慢消失 要前往宝藏之地 便需要前往青蓝圣地第二层 在青蓝圣地 各个空间往来规定吉言 以自己如今百年弟子身份 一般情况下 是根本无法前往第二层的 也就是说 要想踏足第二层 最直接的方法 是自己也成为一名千年弟子 但是圣地明确规定 想要成为千年弟子 必须在第一层前修满千年 而且 修为也必须达到天位境界 才有资格申请 石木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他来到青蓝圣地 才不过区区十几年 若要前往 需要再等上近千年 即便他有这个耐心 但其他那些修炼玄公之人 又岂会等他 他摇了摇头 脑海中拼命搜索 以前看过的一些 关于宗门的典籍 试图寻找一两种 可以破例前往第二层空间 而不引起他人注意的法子 结果他找了许久 还是没能找到 不行 关于宗门门规 我了解太少 还是找人询问一下 比较稳妥 石木很快放弃了 这种无谓努力 站了起来 他在宗门认识的人不多 且多为和他同时 败入青蓝圣地的人 问了也是白问 思来想去 石木还是决定去找凌峰 此人不仅是当初 引导自己这一批弟子 入门的师兄 且为人不错 看起来颇好说话 在青蓝圣地待了这么长时间 找其打听正合适 想做就做 石木立刻站了起来 一个时辰之后 他来到一座清脆山峰附近 山峰底部竹林环寺 颇为清幽 在深处坐落了几栋阁楼建筑 多是竹质 看起来简单朴素 石木方一接近 便听到一阵悠扬笛声 从其中一座阁楼中传出 笛声仿佛吹风风铃 清雅非凡 令人闻之 心神宁静 石木站在原地一栋未动 直至一曲终了 这才迈步 走到那座阁楼建筑前 凌峰师兄可在 在下石木求见 石木开口说道 原来是石师弟拜访 有诗远迎 快请进来吧 一个清雅的声音 从阁楼中传出 大门自动打开 石木迈步走了进去 客厅之中 站着一个轻袍男子 手持一根清脆玉笛 长发用一个袋子竖起 飘然若先 正是凌峰 咦 这才几年未见 师弟修为又进了一步 已经达到了地阶后期 真是可喜可贺 凌峰站起身来 上下打亮石木一眼 笑道 石某这点浅薄修为 如何能和师兄相比 石木也笑道 呵呵 你我也不必互相吹捧了 石师弟今日来此 应该不是为了和我聊天吧 有什么事情 但说无妨 凌峰说道 那石某便恭敬不如从命了 今日来此 确实是想向师兄 打听一些关于圣地中的事情 石木拱手说道 凌峰文言 微微点头 示意石木继续说下去 石某想想你打探一下 我等百年弟子 是否有法子 可以提前进入圣地第二层空间 石木问道 长居还是赞留 凌峰问道 赞留可留多久 石木问道 赞留需要千年弟子相邀 最长不得斗留超过七日 且指得在该弟子灵的范围内斗留 不得肆意外出 凌峰回道 那长居呢 石木又问道 呵呵 长居就是成为千年弟子了 这个就比较难了 成为千年弟子的一个大前提是修为达到天位 师弟此刻只是地阶后期 就算实力强横 宗门也不会破例的 凌峰摇了摇头 说道 难道就真的没有一点办法 石木眉头大皱 问道 石师弟刚刚加入青蓝圣地 不过十几年吧 为何这么着急 莫非是为了千年弟子的福利资源 凌峰问道 石木嘴搅动了一下 没有开口 若只是为了千年弟子的资源 师弟大可不必 师弟有所不知 千年弟子 虽然从宗门获得的资源丰厚 但他们和我们百年弟子一样 每年也需要完成一定的宗门任务 那些任务对天位存在来说也危险无比 更不要说一般的百年弟子了 石师弟不妨在百年弟子中 再待上一段时间 磨练一下实力 凌峰说道 还有一点 我青蓝圣地秉承的 乃是武道正途 武者修行 不仅在于外修武者之道 更在于内修心性 我派青蓝圣祖认为 心性不足 即便武道通神 亦非正途 即可能最终走火入魔 坠入魔道 故而才定下了千年之期 千年期满 心性磨练足够 方可正式踏足第二层 凌峰继续说道 石木文言默然片刻 忽地抬起头 拱手道 多谢师兄好意指点 不过石某却有苦衷 必须尽快前往圣地第二层空间 若是师兄知道花 还请指点一二 在下感激不尽 凌峰文言 看了石木一眼 叹了口气 说道 好吧 方法并不是没有 既然师弟如此坚持 我就告诉你吧 多谢师兄 石木大喜 百年弟子若想要提前 进入圣地第二层空间 唯一的一条途径 就是去闯玄灵塔中的幻魔道 凌峰神情肃然地说道 还请师兄指点迷惊 石木露出疑惑之色 他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 幻魔道是宗门一出特别所在 我也只是略有耳闻罢了 据说进入此道后 会直面一假一针的无穷幻境 稍一疏忽 便会迷失其中 无法自拔 甚至被其中的幻魔灭杀 身陨盗消 想要提前成为千年弟子 必须通过幻魔道考验 证明自己无论心性实力 都足以提前成为千年弟子 凌峰说到这里 神情严肃 石木脸色微变 沉默了下来 不过片刻之后 他眼神中闪过一丝坚定之色 显然已经下定了决心 此外 想要去闯幻魔道 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不是任何百年弟子向闯便能闯 石木尚未开口 凌峰却再次说道 什么条件 石木没有觉得意外 既然幻魔道如此危险 宗门肯定不会放任百年弟子 前去白白送死 设下一些门槛 也是再正常不过 想要闯幻魔道 必须先一次击败百年弟子中 排名前三的弟子 也就是排名第三的云翼师兄 而后是我 最后是排名第一的龙师兄 凌峰笑道 石木闻言 神情微变 这三人中 龙战野和凌峰的实力 石木在大笔中已见识过了 至于第三名的云翼 在大笔中并未出手 但是其能够稳居上位弟子第三名 必定实力不凡 也绝不是什么简单人物 想要连败这三人 谈何容易 不过 想要去闯幻魔道 这似乎又是唯一的途径 石木一念及此 不由深吸了一口气 呵呵 看石师弟的神情 或许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了 看在当年带你们 进入圣地的交情 我给你一个提醒 凌峰呵呵一笑道 还请凌峰师兄赐教 石木拱手道 龙师兄的实力 在大笔中你也见识过了 远在凌某之上 区区在下不说也罢 不过云翼师弟排名 虽然在我之后 但是他的实力比我而言 只高不低 凌峰说道 石木眼神一闪 点了点头 接下去的时间 他没有在凌峰这里多留 很快告辞离开 凌峰目送石木身影 渐渐消失在远处竹林之中 目光淡然 没有说话 第544章 百兽镇皇 石木站在凌峰师兄居所外的竹林入口 轻叹了一声 身形一动 化为了一道赤色流光 朝着远方顿去 不多时 他的身影重新落下 却已经回到了自己府邸的庭院当中 参见辅主 几名恰巧路过庭院的侍从 一见石木 连忙行礼 口中恭敬道 石木心中还在思量 刚才凌峰师兄所说的那些事 有些心不在焉地摆了摆手 便迈步 朝府邸深处走去 刚走了两步 他又突然想起了什么 回过身开口问道 你们谁看到彩了 彩爷他好像 带人去灵泉了 一名侍从连忙打道 我知道了 石木点了点头 转身跨步 朝府邸内走去 穿过堂屋和主屋 石木静止来到了后山密室 然而 刚推开密室石门 他却不由得一愣 因为此刻其密室之中 并非空无一人 在石屹上 正背对着自己 坐着一个工装女子 石木心里顿时一惊 眉头不由地紧促起来 按说以他如今的神识强度 早在密室之外 他便应该发觉 这密室中多了一人 然而他却没能发现 即使现在那女子 就坐在石木眼前 石木依旧感受不到 从其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甚至连灵力波动 都无法感受到分厚 也就是说 如果此女从背后偷袭自己 恐怕自己根本都不可能躲过 一念及此 石木背心不由冒出冷汗 心中暗生戒备的同时 面上丝毫神色 未变得打量起对方 这女子身着一袭广袖 披薄的白色宫装 微微收紧的腰带 恰如其分地勾勒出 其身材玲珑有致的身段 其宽大裙幅 如同雪月光滑一般 微移脱在身后 急腰的乌云长发 则如同黑色瀑布一般 从肩膀上扑撒而下 她就这么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浑身上下笼着一层 淡白色光晕 就看起来 如同九天仙子一般 有着一股说不出的出尘气质 拾木心头突然一动 有些不太确定地叫了声 燕罗 是你吗 女子肩头威耸 缓缓转过了面旁 只见那张粉雕玉珀般的面孔上 微地绵淼 穷比耸立 阴唇微起 看起来浑然天成 竟从中找不出一丝瑕疵 而在其眉心之上 却有一枚莲花状的黑色灵纹标记 与其晶莹如玉的肌肤相衬 非但没有破坏他出尘的气质 反而更平添了几分妖艳之色 如此倾国倾城的绝美容颜 除了燕罗 还能有谁 只是如今 其除去了一身银甲绒装 少了几分沙发果断的鹦鹉之气 却更多了几分 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之气 石木就这般望着那道身影 竟不觉有些吃了 他的脑海中 只欲下了惊艳二字 你看够了没 燕罗珠唇倾起 声音依旧如同往西般冰冷 哦 抱歉 只是有些惊讶 对了 你怎么来了 石木回过神来 问道 其实 自从当初约定的三年期满之后 石木就曾不止一次地召唤过对方 而后者却从未回应过他 更不用说出现在他面前 所以他才有此疑问 他与燕罗之间的契约并未废弃 彼此之间的那缕神识联系 也还存在 但石木却知道 那些联系对于如今的燕罗而言 根本就是形同虚设 燕罗瞥了石木一眼 却没有回答他的话 只是淡淡说道 自然是有事 什么事 跟我走 话音刚落 也不等石木答应 燕罗不由分说地取出坠仙台 口中默默迎送起咒语 吃拉一声 只见坠仙台表面的金色暗纹上光芒一亮 便有一道黑色漩涡凭空浮现 眨眼之间就将石木和燕罗吞噬了进去 而后便消失不见 石木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下一刻 便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了死灵界面中 他的目光扫视了周围一眼 就发现自己此刻正处在明水湖畔的那座祭坛上 正是十几年前燕罗为他建造的那座 令石木感到惊讶地势 他眼前的那片明水湖的面积 竟比记忆之中大上了数倍 看起来宽阔无垠 如同一片小型海域一般 而在明水湖畔 如今却散分布着了十数个黑石堆砌的宫殿 造型古朴粗犷 那些黑石宫殿周围 则密密麻麻地聚集着无数白森色的骷髅士兵 石木粗绿一估计 竟有近乎十万之中 很显然 这些年来燕罗也没闲着 他的实力已扩张了不止十倍 燕罗 你带我来此 究竟有何事 石木目光飞快一扫 开口问道 你想要诛尽万仙 燕罗问道 你 石木刚刚惊讶地问出半句 心里便明白过来 多半是燕罗与他之间存在契约 并且 两人之间契约关系的主导 正在发生偏移的缘故 才导致燕罗得知了 关于那血气之事 实不相瞒 此事 我自己也有些云里雾里 石木如此说道 说你知道的 燕罗说道 好吧 事情是这样的 石木略意思索 发现自己 也没有隐瞒燕罗的必要 况且 他也正一头迷雾 想要得知答案 毕竟从目前的表现来看 他似乎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情 于是乎 石木便将有关玄宫 翻天棍 白元老祖 以及血气之事 对燕罗肇实说了一遍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我到现在 还有些摸不着边 石木摇了摇头 说道 以你如今的实力 妄言杀尽万仙 简直是痴心妄想 就是随便出来一个仙人 便可一直撵杀你 燕罗如此说道 石木听完此话 心中顿时 一阵俱阵 他的脑海中 不由地浮现出 翻天棍静置中 出现过的那片仙境 以及那自己完全无力反抗的 金色巨掌 对了 这所谓的天庭 究竟是什么地方 所谓的仙人 真的存在 石木咒没问到 他这句话刚一问出 就看到燕罗面上突然一寒 一股几乎化为实质的凛冽杀意 骤然从他身上发出 向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出 聚集在明水湖畔的数万骷髅大军 感受到这股杀意 纷纷身躯狂颤 四面八方顿时响起一阵 骨骼交机发出的声响 燕罗这股杀意 持续了有数息的时间 才慢慢消散开来 天庭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你和我的目的是相同的 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 但现在的你太过弱小 需要在战斗厮杀中 好好磨力一番才行 否则就是送死 扮赏之后 燕罗才凭附下了心绪 如此说道 你是指 拾木心中一动 先别说杀入天庭 诛灭万仙 摆在自己面前的 首先便是获得换魔道的资格 清安榜第一层排名前三之人 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 不仅修为以真天位 且盘踞第一层多年 实战经验何其丰富 你只需记住你的承诺 余下之事 我自会帮你安排 燕罗说道 两月后 一处荒凉山谷内 石木一袭青山 如同一杆镖枪一般 比直立在一块红褐色的岩石之上 与它等身而长的如意冰铁棍 正被它紧紧握在手中 灵蛇出洞 其眼中金光一闪 大步向前跨出 手中长棍飞快舞动 一道灵蛇般的白色龙卷 飞舞而出 朝着前方冲击而去 圈鸟之反 紧接着 石木再度向前冲起一步 手中如异常棍缓转抛出 在半空中五处一道回旋棍影 竟将刚才冲击而出的白色龙卷 牵引而回 乾隆藤渊 渊鸟攀渊 苍鹰盖顶 虎四出霞 石木身形藤转挪移 手中黑色长棍上下飞舞 行于流水般将通天棍法中的前八式 一气呵成地使了出来 此时的山谷之中 飞沙走石 阴云碧天 如临末日 石木的周身 都被大团的白色气流 和这褐色的沙石所包裹 仿佛在它周身 正围着一道坚实的围墙 将它与外界阻隔起来 熬 只听那沙石气流的围墙之内 不断传出各种猛兽嘶吼之声 围墙之上 也不断有一头头 猛兽虚影浮现出 似要挣脱着围墙的束缚一般 石木面色肃然 正在左右轮转的黑色长棍 骤然一收 横在了身前 接着其向前猛跨一步 双手紧握长棍 骤然横棍向前一阵 吼 一声犹如巨兽猛笑之声传出 犹如虎啸深山 充满无尽威严 那团混合着沙石的白色气流 轰然溃散开来 一道道气流 构成的巨大猛兽 被压抑许久 终于奋不顾身地 拖出了围墙的束缚 从中猛然窜出 踏踏踏 杂乱而沉重的脚步声响起 山谷之中 那道猛兽洪流肆意奔涌着 无数猛虎巨蜥蛟龙巨像 争先恐后地朝着山谷口涌去 那巨大声势 直阵的山谷两侧的岩石纷纷滚落 整个山谷都被烟尘弥漫 这震天的声响 持续了约莫两三溪之久 那些猛兽终于冲出山谷 奔涌了近乎百丈的距离 声势才削减下来 石墓人还在山谷之中 看着眼前被猛兽洪流冲击出的 数百道深达丈许的沟壑 心中也是无比震惊 之前在大笔中 对于通天棍法的树招并用 已让其有了一些启发 如今加上对灭仙一世的参悟 更让他明白了万法归一 反扑归真的五道治理 虽然还未能完全参透 但是他如今对棍法的领悟 已然更上了一层高楼 此番潜心休息 终于让他合通天棍法前八世为一世 领悟出了这一世百寿镇皇 自创出了通天棍法的第十九世 第五百四十五章 魔力 这两个月里 石墓便被燕罗安 顿在这处山谷之中修炼 燕罗在带齐来此后 除了催动坠仙台式 放出一层无形能量 施加其身上后 便飘然离去 一直不知所踪 即便石墓尝试与之联系 也根本没有丝毫回应 得益于坠仙台的那股无形能量 他如今在此 已可行动自如 无需担心死灵气息的侵蚀 想是燕罗 从坠仙台中揣摩出的妙用 其间 彩儿倒是通过心神联系到了石墓 得知其处境后 嚷嚷着要跟来 可当石墓绘声绘色地 将死灵界面中 满是尸骨荒凉景象描绘了一遍后 其便立即改口 说什么要替石墓看家护院 打理家财 死都不肯跟过来了 就在石墓收起手中如意棍 想要稍作调息之际 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 从不远处传来 你这一招威力尚可 对付一些普通之辈 也算勉强够用了 石墓寻声望去 只见聚其不远处的山谷一侧 一道银色身影 飘然落下 正是燕罗 此时的他 已经重新穿回了戎装 一身银色亮甲附体 但并未戴头盔面颊等物 头发高高竖起 看起来少了几分妩媚 却多了几分鹦鹉 我即将面对的对手 可不是什么普通之辈 真实实力 绝不在天位中期以下 不动用玄公话 要胜出可不容易 对了 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 石墓看着朝自己走来的燕罗 说道 跟我来 燕罗没有回答石墓 留下一句话后 便静止化为一道荧光 朝远方飞射而去 石墓见此 只好化为一道赤光 追随着燕罗而去 一路上 燕罗似乎对周围环境十分熟悉 且沿途所遇到的死灵生物 射于燕罗散发的气息 纷纷避让开来 小半个时辰之后 一银一赤两道光芒先后降下 落在了一个方圆离许的 巨大圆形线坑边 那具大线坑中 紫雾弥漫 看不清那里的情况 只能隐约看到 一块块凸起的尖锐巨石 这里是石墓问道 他话还没说完 就赶到背后一股大力袭来 整个人身子就来到了半空中 静止朝陷坑中掉落下去 同时耳边传来了燕罗的声音 这里是蛇犬鬼王的巢穴 石墓闻言微微一正 继而苦笑一声 手中早已将如意棍卧于手中 背后火翼一闪而现 怎奈燕罗这一推力道之大 让其直至距离下方地面 不足十丈处 才堪堪稳住身形 其双翼带起的旋风 稍稍将他附近的紫色浓雾 冲开一些 然而 只是片刻的功夫 那些紫色浓雾 便又再度蔓延过来 那些紫色浓雾刚一弥漫上来 石墓就觉得 身上皮肤一麻 继而便传来一阵奇痒 下意识便想用手去抓 但紧接着 他想到了什么 连忙将手缩回 继而身上火光一闪 一圈圈赤红色烈焰 便从左臂缠绕上 继而将整个身躯都包裹在其中 同时周身金光闪动下 金色鳞片便将其全身覆盖起来 在其周围 那些紫色浓雾 被火焰一辽 顿时发出滋滋之声 冒出一股股白烟 就在这时 石墓突然感到一阵灵力波动 从左前方传来 双目金光流转下 就看到自己左侧紫色浓雾 剧烈翻滚 不好 石墓心中一领 下一刻 一道巨大的青紫色身影 从中窜出 朝自己所在猛地扑来 却是一只足有三十丈大小的巨型怪犬 那巨犬双目呈现出一种浑浊的白色 浑身皮肤呈青紫色 上面布满了一块块巴掌大小的烂窗 时不时从中滴落出一些紫黑色的粘液 落在地面 传出阵阵痴痴声响 蛇犬鬼王 石墓想起燕罗此前的言语 顿时眼中闪过一丝恍然 蛇犬鬼王四足如飞而起 双爪前身 血口大张地朝着石墓扑了过来 石墓身子一矮 落在巨犬腹下 继而手中如一长棍一卷 骤然向上捅去 呼 一道白色龙卷骤然伸出 直接撞击在巨犬腹下 一股巨力将其撞击地 飞入了半空之中 石墓正想直起身来 去给那巨犬补上一棍 就看到从那巨犬臀部 突然伸出一条水桶粗细的尾巴 静止朝它抽打过来 它立即举棍去打 却看到 那根粗壮的尾巴 居然灵活地一转 绕过黑色长棍 朝着它的身体卷来 石墓顿时一惊 芒波转棍身横在身前 想要格挡住那根尾巴 啪的一声 那根粗尾静止抽打在如意冰铁棍上 一股巨力从棍中传来 使得石墓双臂一麻 险些握不住手中兵器 石墓双臂将棍身一转 奋力挥下 静止砸在了那根巨尾上 只见那根巨尾 如同骨折一般 从中间静止一折 尾端便朝着石墓这边伸来 只听扑得一阵轻响 那巨尾末端 突然亮起两团紫光 下方裂开一道大口 从中喷出一股紫雾 其赫然是一尾粗壮蟒蛇 石墓猝不及防 被那紫雾喷在脸上 立即便感到脸上一阵火辣 幸好 他在最后一刻 及时并避上了双目 催动火雾护住面部 将大半毒雾抵挡在外了 他手臂一动 手中如一棍黑光大放 从左到右猛然横扫 一道黑色棍影划破虚空 发出令人惊悚的刺耳尖笑 横扫千军 紧接着 他也不管是否击中那根巨尾 便脚下步伐连连跨洞 向后退了开去 石墓神石一扫 发觉脸上的精灵 虽有被腐蚀迹象 却索性并未完全被穿透 才稍稍放下心来 不过如此情况下 他也不敢睁开眼睛 只得将神石外放出去 感受那头蛇拳鬼王的位置 胆敢擅闯本王领地者 死 那头蛇拳鬼王 突然口吐人言道 石墓心中一领 虽无法目视 但却能清晰地感受到身边气流 正在不断地朝着那头蛇拳鬼王处聚集而去 很显然 此疗正在为某种神通蓄力 石墓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手中黑色长棍骤然无起 一道道白色气流 开始缠绕聚集 一片片黑色棍影开始覆盖 一股股强大的气流 开始在其身边聚集 像一头头凶猛的野兽 被束缚在石墓的冰铁棍下 而在正其对面 无数道紫色雾气 汇聚成了一道巨大漩涡 静止朝着那蛇拳鬼王的血盆大口之中收缩而去 渐渐形成一颗紫色雾球 石墓一边催动手中如一棍 一边密切关注周围的动静 突然 那具大线坑中的紫色雾气消失一空 竟全部都被那蛇拳鬼王吸入了口中 地面之中露出无数森然白骨 就在这时 那蛇拳鬼王浑白的眼球中 突然亮起一道紫光 口中的那团紫色雾气 骤然击射而出 以万钧之势 朝着石墓袭来 其所过之处掀起一阵足以扭曲空间的诡异力量 周围无数岩石碎块和白骨残肢 纷纷被其吸入其中 不见了踪影 来得好 石墓口中低喝一声 手中黑色长棍一阵上下飞舞 顷刻间将八式通天棍法施展而出 好 随声一声滚雷般的长笑 无数白色气团 犹如一头头咆哮着巨兽汹涌而出 会乘一道红流 朝那团紫色雾球奔涌而去 碰 一声暴响 首当其冲的一头猛虎气流 气势如红地冲撞在紫色雾球之上 轰然溃散开来 那紫色雾球气势不减 依然朝着石墓冲击而来 碰 又是一声暴响 紫色雾球轰然一阵 又撞散了一头披甲巨蜥 碰碰碰 碰撞声不绝于耳 无数猛兽气流 在眨眼间与那紫色雾球剧烈撞击 溃散开来 紫色雾球终于变得不稳 周围开始有屡屡紫雾一散 就在这时 又一道白色龙卷 从猛兽洪流中骤然窜出 净直撞击在了紫色雾球之上 哄 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整个陷坑方圆石里的地域上 都发出一阵剧烈震动 只见那紫色雾球 重新炸裂开来 无数浓重的紫色雾气 溃散开来 继而便被那汹涌至的 猛兽洪流所冲散 如潮水般的白色气浪 顷刻间将那头不及避让的 蛇犬鬼王淹没 眨眼间就撕裂成了碎片 就连魂火也差点溃散开来 百兽镇皇出路争容 天为鬼王一击必杀 就在此时 石木身旁 一道银色身影一闪而至 轻轻一扶手 便有一道银光击射而出 将那团魂火包裹起来 收入手中 正是燕罗 石木站在陷坑之中 大口喘息 随着蛇犬鬼王被击杀 周围毒雾消散 旗面上的烧灼之感 也随之减轻 缓缓睁开了眼睛 双眼朦胧之际 石木就看到原先的原形现坑 已经变成椭圆形 当中部魏镜比原先更深了十数丈 遭遇强敌 谨慎过头 反而给对方留出了机会 这蛇犬鬼王 不过天未出七 下次可没那么幸运了 不等石木开口 燕罗说了这么一句 便转过身化为一道流光 朝着洞外飞去 石木闻言 不由摸了摸下巴 眼中闪过一丝若有所思之色 自己刚才对战时 确实过于谨慎 其实自己 一开始便施展这一招百受阵簧 根本就不可能让蛇犬鬼王 有机会偷袭得手 石木回头又看了一眼 继而身上赤光一亮 朝着燕罗顿去方向追了过去 第546章 天地无极 回到此前的荒凉山谷后 燕罗没有逗留多久 便再次起身离去 石木对于其飘忽不定的行踪 并不在意 此前的一番激战 让其对通天棍法和灭线仪式 有了些许感悟 当即自顾自地修炼参悟起来 接下去的时间里 燕罗出现的评刺 却明显增多了 短则七八日 长则十余日 他便会突然现身 随后二话不说地 让石木跟他走 而那些目的地 赫然是一些天位层次鬼王巢穴 亦或是大批地 皆死灵生物的聚集地 这些地狱原本的主人 自然不会放人入侵者的存在 但要承受怒火的 却只有石木一人而已 燕罗自始至终都只会在远处观战 哪怕是石木濒临一些生死存亡的处境 甚至身受重伤 都不会出手 石木心之间意远超常人 燕罗此举反而激起其不屈之心 欲战欲勇 每每都能在临危之际激发潜力 超常发挥 有了几次经历后 石木也渐渐习惯了这种做法 毕竟有源源不绝 现成的合适对手 让自己能够在殊死搏杀中 磨砺自己的战斗技巧 自然是求之不得 这远比自己闭关参悟要好得多 起初的蛇犬鬼王虽为天位死灵 但与之后遇到的那些对手相比 的确只能算是实力最弱的鬼王了 不过随着一场场的厮杀 石木对如意冰铁棍 和通天棍法的运用 也越来越娴熟 甚至对于灭仙一世的理解 也渐渐有了一番全新认识 两年后的一天 一处明水湖畔 一迎一斥两道光芒 从远方飞顿而至 落了下来 这次是什么 石木将如意棍扛在尖头 目光四下一扫 问道 燕罗二话不说地抬起手臂 拇指与中指一扣 隔空朝着那湖面之上一弹 纸端便有一道银色亮光暴射而出 落在湖中 原本平静的明水湖 在荧光没入的一瞬间 立即震荡起来 一道道原形波纹 自湖中心处缓缓扩散开来 不一会儿 便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漩涡 哄 只听湖中发出一声爆响 一道粗壮的水龙卷 就从那道漩涡中扶摇而出 静直冲向了半空 石木目光一凝 就看到在那水龙卷顶端 站着一个高约石杖 手握一杆必然俱差的亲肤巨汉 巨汉脖梗上长着一颗硕大马首 其赤裸着的上身露出见识壮硕的肌肉 双臂则覆盖着一层 如同鱼类般的细密鳞片 何方萧小之徒 胆敢饶本王清修 马首巨汉 瞪着同龄般大眼怒吼道 生震长空 犹如滚雷 乌沙鬼王 真是实力不下于我 燕罗就这么说了一句 身形飘然而起 朝后方退去 石木也没废话 直接将扛在肩头的如意冰铁棍一挥 摆出了一个骑手室 目光直直盯着半空中的乌沙鬼王 找死 乌沙鬼王一声大吼 漠然从水龙顶端一跃而下 手中碧蓝俱叉 狠狠冲石木所在一批而去 一股蓝萌萌的刃芒 仿佛瀑布般地从天飞落而下 其原本所占的水龙也随之倒观而至 与刃芒合二为一地化为一道蓝红相间的长龙 朝着石木席卷去 石木见状 足下一点朝着后方退去 同时双臂连续撞 黑色长棍不断挥舞下 一道道白色龙卷绵延不绝地飞卷而出 蓝红水龙一路势如破竹 将白色龙卷纷纷击溃 但去世终究还是被拖延了些许 被石木闪身避过 爆发出一团耀眼光芒的没入地面 红隆隆的一声巨响 整个大地未知巨颤 现出一道百丈长的巨大裂缝 石木堪堪在裂缝不远处稳住身形 乌纱鬼王已然翻身落在冥水湖畔 双足重重落地 发出一声响彻天地的巨响 顿时一圈圈如同波浪一般的波动 从乌纱鬼王所站处传播开来 锁过之处 地面顿时犹如地震般震颤裂开 碎石飞溅 石木眉头一皱 二话不说的翻身跃起 足底白云凭空浮现 拖住了其身形 此刻的他 周身金光灵灵 赫然已施展了图腾变身 气息也随之攀升至地阶巅峰 哪里逃 乌纱鬼王怒吓一声 手中碧蓝俱叉默然举起 表面光芒大亮 表面浮现出一道道纹路 在其身后 冥水湖中竟也出现一圈圈圆圆形浮纹 扑扑之声大作 一道道明湖之水 从这些圆形浮纹中冲天而起 并化为一匹匹血色巨马 有上千上百匹 这些血色巨马 在空中四足狂奔 朝着石木所在狂奔而去 轰鸣声震天 天空都被映得铜红一片 此刻的石木面色平静 手中如一棍狂舞 周身早已被一股 古白色气流所充斥 传出阵阵猛兽咆哮之音 在血色万马气势如红的奔腾而来之时 石木向前一步跨出 横握着黑色长棍猛然 向前一阵 吼一声震天长笑 冥水湖畔滚雷之声大作 一头头由白色气流构成的猛兽 肆意奔腾 汇聚成一道猛兽洪流 咆哮着迎向了血色万马 铺天盖地的白色巨兽 与冥水凝旧的万马 碰撞在一起 轰隆隆声一响 白红两色光芒 骤然间在乌杀鬼王 和石木中间的虚空中爆发而出 一股无形气浪 向两侧席卷而开 一下子将整片天空 从中间笔直 割裂成了白红两色 双方竟然隐隐不相上下的样子 但周围大地 连带着鸣水湖面 都开始剧烈震动起来 刚才一被乌杀鬼王震碎的地面 顿时塌陷下去 涌动的湖水 立即倒灌了进来 就在此时 乌杀鬼王身后蓝光大放 身后赫然出现了一个 高达百丈的蓝色虚影 却是一个长着 马首鱼身的巨大法香 马首鱼身法香凌然跃起 高高地举着巨大的鱼尾 朝着前方的猛兽 洪流拍去 红龙 一阵惊天动地的震动之声响起 鸣水湖畔 骤然卷起一片铺天盖地的气浪 裹挟着无数鸣湖之水 如同山崩海啸一般 朝着那道猛兽洪流冲击而去 呼 肆意翻涌地滔滔灼 流卷着无数碎石泥土 瞬间就将石木的猛兽洪流覆盖了过去 那些气流猛兽 在湍流之中挣扎了片刻 便纷纷溃散开来 剩余的血色巨马 如同脱缰了一般 当即朝着石木所在狂涌而去 石木心中一阵骇然 但双臂齐动下 手中黑棍一个模糊 周身再次幻化出 重重棍影地迎了上去 半空中再次爆发出 阵阵黑红香肩光芒 他终于将剩余的血马 纷纷抵御了下来 但紧接着 破空声传来 一道蓝色巨大鱼尾 呼啸着席卷而至 石木只觉呼吸一致 背后火斥一阵地想要避让 但由于对方速度太快 仍被擦到了少许 整个人顿时被一股巨力 席卷地倒飞了出去 骑在半空中翻了数个跟头 才堪堪稳住身形 身上精灵大半碎裂 猴头也是一阵心田 压抑不住地吐出了一口鲜血 这点实力便敢造刺 乖乖地去死吧 乌纱鬼王狂笑一声 带着身后法相浮空而起 朝着石木所在追来 手中碧蓝巨叉 光芒大放 石木双目金光一闪 背后火翼漠然大放 化为一个巨大赤元法相 手中烈焰翻滚 旋即也化为一根巨大火焰长棍 来得好 石木脚下步伐一动 向前骤然跃起 体内蒸汽流速 骤然提升数倍 其手中紧握的如意冰铁棍 在半空中一阵狂舞 留下一道道令人眼花缭乱的残影 无数道白色气流 在其身边汇聚 其身后的赤元法相也一步一驱 在半空之中 挥舞起巨大的火焰长棍 漫天赤红棍影纵横 赤色棍影与白色气流融合一起 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赤红龙卷 将石木身形包裹其中 只见那道赤红龙卷上接天云 下彻大地 引得天云不断涌动 震得大地一阵轰鸣 石木就在那赤红龙卷中 肆意地挥舞着如意冰铁棍 立拔山河 直抵苍穹 立阵八方 顶天立地 凡天赴地 伴随着石木的身影不断舞动 通天十八棍后 石棍被其完整流畅地融合在了一起 酣畅淋漓地击打了出来 这一切看似很长 其实只是眨眼间的功夫 石木手中长棍骤然晴天一指 那道赤红龙卷骤然溃散 向着四面八方席卷去 天地无解 俨然是他两年多来 将通天十八棍与灭仙仪式融会贯通后 创出的第二世事 吃辣 天空之上一阵白光电闪 轰隆大地传来一阵震耳轰鸣 石木所在的这片天地刹那间 未知变色 无数道巨大的白色闪电 自九天之上轰然披落 地面之上无数碎石燃烧着滚滚黑焰 在天雷的沟洞之下 朝着半空之中飞去 乌沙鬼王身处半空 早已经惊骇地说不出话来 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 一个地阶修为的人族 竟能够使出这等引动天地异变的招数 其惊惧之余 早已战役全无 立刻便想要转身而逃 就在此时 树道天雷骤然披落 无数的火相迎而上 电光与火光骤然交织在了一起 不,我乌沙鬼王纵横鸣于万年 我不甘谢 乌沙鬼王双眼血红 手中碧蓝俱叉猛然挥出 同时 其背后法相巨尾 同样排山倒海般拍了出去 哄 一声震撤天地的爆裂之声响起 其所在处 赫然被一片黑白光芒淹没 乌沙鬼王庞大的身躯 连同法相也在这光芒之中 漠然化为了飞灰 就连魂火也一并消散开来 第547章 轩然大波 充斥天地间黑白光芒 只是一晃而逝 要目的白色雷光及黑焰海洋 立刻消散开来 天地之间 在一阵天翻地覆后 复归明镜 半空中 石木依旧保持着双手握棍 直指苍穹的姿势 只是周身的金色鳞片 及身后法相 不知何时早已不见了踪影 此刻的他面色苍白 只觉得浑身一阵虚伐 身子在半空中一阵摇晃 果然还是有些勉强 石木胸膛起伏 低声自语说道 刚一说完 他便眼前骤然一黑 身上的火光熄灭 整个人立即从半空中坠落了下来 半空中一道荧光滑过 燕罗骤然而至 一把接住了石木 他低头看了一眼石木 绝美的脸上看不出来是喜是忧 只是略一停顿 便再次化为一道荧光 朝着远处飞驰而去 数日后 石木洞府密室 虚空中骤然波动大起 浮现出大片黑光 片刻之后 黑光一阵狂闪后 化为一个缓缓旋转的漩涡 漩涡之中 一个人影从里面飞出 落在了地上 正是石木 终于回来了 他目光四下扫尸一圈 不由轻忽了一口气 口中喃喃自语道 死灵界面阴沉死记 他始终还是不喜欢 不过 也幸亏燕罗的指引 让其这近三年的时光 得以在死灵界面 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战斗 使得临阵对敌的实战经验大增 毕竟除了死灵界面 放眼整个迷扬星域 也绝难找到另一处 拥有那么多天位对手 并可认其厮杀的地方了 如今的他虽然仍是地阶后期修为 但整个人无论是散发的气势 还是真实实力 都于两年前可谓是判若两人 对于和天位中期以下实力者的战斗 也是信心大增 石木在密室尽历了一会 平复了一下心境 而后深吸了口气 转身朝着外面走去 石头 石木一走出洞府 一道细小身影便从远处飞来 自然是彩儿 这些年怎么样 没人来找麻烦吧 石木随意问道 有俺和骑胖子在 能出什么事 对了 你在死灵界面地试炼完成了 彩儿落在石木肩膀 问道 石木点了点头 那你这是要去哪里 难道这边要挑战那幻魔道 彩儿问道 不错 石木望了一眼天空 如此说道 可是 马上就是十年大比之期了 你真要在这个时候挑战 彩儿问道 石木一正 这些年他忙于修炼 倒是忘了时间 转眼竟然又过了差不多九年 距离大比之期 已十分临近了 石头 你这些年忙于闭关修炼 可是连宗门任务都没完成 要不你等大比结束之后再挑战吧 以你现在的实力 可以在大比中展露风头 先拿到一些宗门奖励再说 彩儿见一道 那些不过是迎头小利 不要也罢 石木略意沉吟 摇了摇头道 彩儿见石木 这般义无反顾模样 也不再多说什么 走吧 石木挥手寄出轻易飞车 化为一道清光 朝着玄灵塔飞去 片刻后 石木来到玄灵塔一处黑色大殿之外 大殿之上悬挂着一面黑色匾额 上面写着 幻魔殿三个大字 就是这里了 石木喃喃自语 迈步走了进去 大殿之中摆设极为简单 只有一个条形石桌 其他地方竟然是空空荡荡 什么也没有 石桌后面坐着一个 昏昏欲睡的灰衣老者 正在打瞌睡 没有注意到石木走了进来 石木眼睛朝着大殿中看了几眼 最后迈步来到石桌前 在下石木 见过这位执事师兄 石木大声说了一句 这灰衣老者修为 也就低阶初期的样子 看其身上的服饰 应该只是 一名低阶执事 被分配到了这里 灰衣老者一个机灵醒了过来 睡眼惺忪地望了石木一眼 急忙站了起来 问道 你是什么人 来换魔殿做什么 在下石木 想要挑战换魔道 石木开口说道 什么 灰衣老者似乎听错了 揉了揉双眼 又上下打亮了石木一眼 石木 想要挑战换魔道 石木重复了一遍 你 你要挑战换魔道 此话可是当真 灰衣老者神情古怪 自然当真 还请这位执事师兄 上报宗门 石木取出了玄灵臂 递了过去 神情肃然 灰衣老者看到石木这般神情 这才确定其不是说笑 急忙伸手接了过来 他挥手取出一个黑色令牌 在石木的玄灵臂上一晃 一道清光从玄灵臂中飞出 飞入了黑色令牌上 黑色令牌上 立刻多出了石木的名字 好 我已经做好记录了 你先回去 三日后挑战开始 具体事宜 会有人传讯给你 灰衣老者说道 石木点了点头 将玄灵臂收了起来 转身朝着外面走去 嘿嘿 没想到在这里 轮值不过百余崽 竟遇到此等稀罕之事 灰衣老者看着石木的背影 口中嘖嘖称其道 也难怪这灰衣老者会如此 要说这青蓝圣帝 虽然为百年弟子 设下了幻魔道一图 但是自从开派以来这么多年 深情挑战幻魔道者 却根本连十人都不到 故而 此处幻魔殿常年处于闲置状态 并被誉为玄灵塔中 最为人丁稀少的一处空间 甚至有不少百年弟子 即便在第一层 待满了千年岁月 都不曾得知 还有此等去处 灰衣老者曾经也是一名百年弟子 可惜触犯了门规 被贬为只是在这里看守 已有百余年 还是第一次碰到 有人挑战幻魔道 他嘖嘖了几声 不过还是没有忘了正式 转身来到大殿内殿 此处空空荡荡 只在深处耸立了一块黑色石碑 上面黑光缭绕 隐隐有无数细小符文 时影时现 灰衣老者拿出那面黑色令牌 口中念念有词 手中令牌渐渐亮了起来 片刻之后 一道黑光从中飞出 没入黑色石碑中 黑色石碑光芒大放 上面浮现出了石木的名字 与此同时 青蓝圣帝某地 与幻魔殿内殿一样 也耸立了一座黑色石碑 此刻上面骤然光芒大放 石碑附近悬挂了一个紫色大钟 此刻也亮起了光芒 并且发出咚咚的巨响 远远传了出去 怎么回事 幻魔中响了 这是有百年弟子 要申请挑战幻魔道 哦 真是稀奇了 这次不知是个什么样的弟子 钟声一响 立刻圣帝高层中 便有不少人得知此事 议论纷纷 石木挑战幻魔道的消息 迅速传扬开来 不到一日 便传遍了整个青蓝圣帝 掀起了一番轩然大波 不少本不知道幻魔道 为何物之人 也借此得知了圣灵塔中 还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 所有人在得知 石木此举的目的后 自然一片哗然 毕竟此举实在太过匪夷所思 光是挑战排名前三弟子 这个苛刻条件 便可让绝大多数弟子望而却步 跟别说之后的幻魔道了 渐渐的 所有人对于此事的关注和期盼 甚至超过了即将开始的大比 毕竟大比每十年一次 而挑战幻魔道者 百年都看不到一个 第一层空间某处灵地 一个白衣青年盘 稀坐在一块青色大石上 此刻大石之下 一个青衣侍从跪拜在地 口中禀告着什么 石木 似乎听说过这个名字 是上次大比星晶的上位弟子吧 竟然要挑战幻魔道 真是不知死活 白衣青年听罢 脸上露出了冷笑 此人正是上位弟子 排名第三的云翼 其细眉细眼 眼神中隐隐有黑色光芒 极为明亮 似乎修炼了某种秘术 青衣侍从跪倒在地 丝毫不敢抬头 额头上渗出了细腻的汗珠 好 此事我知道 你下去吧 伴赏 云翼摆了摆手 说道 在下告退 青衣侍从如蒙大赦 急忙站了起来 倒退着走了出去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新人小子 好吧 我就做一回善事 免得你踏入幻魔道 就此死在里面 云翼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 又闭上了眼睛 竹林阁楼之中 凌峰把玩着手指间的一块传讯令牌 上面浮现出一行小字 正是拾目挑战幻魔道的消息 本以为三年没有动静 应该是已经放弃了挑战想法 想不到竟如此执着 凌峰摇了摇头 叹息道 他沉默了片刻 站了起来 朝着外面缓步走去 一座巨大山峰高耸入云 封顶突出云海之上 封顶附近云气奔腾 恍如龙卷海潮 封顶之上 一个金袍青年盘 稀坐于此处 正是龙战也 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惊人气势 比起当年 大比更强大了许多 周围的云气距离他摆仗 便被一股无形净力排开 他身上呼得亮起一阵白光 睁开眼睛 从怀中取出一个白色玉佩 上面亮起一行小字 咦 竟然有人要挑战幻魔道 有意思 龙战也眼中金光一闪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他成为百年弟子 已有差不多五百年之久 早就想晋升千年弟子 提前前往圣地第二层空间 可惜时间未够 幻魔道的存在 别人不知道 但作为百年弟子第一的他 自然是知道的 可是权衡之后 还是没有试图去挑战 毕竟幻魔道并非纯粹凭借实力强弱 而是考验人的心性 一个不留神便可能坠入其中 无法自拔 风险实在太大 石木 此人似乎是心境的尚未弟子吧 倒是看过他两场比试 实力还算可以 却不知 能否有机会向我挑战了 龙战也口中喃喃自语 片刻之后他站了起来 化为一道金色顿光 朝着远处飞去 第五百四十八章 挑战第三 很快 青长天 赤泥子 紫灵 吕瑾 江水水 马龙等人 也得知了石木要挑战幻魔道的消息 反应自然各不相同 有人大为高兴 希望石木就此死在幻魔道中 也有人为石木担心 自然也有些人无动于衷 不以为然 马龙 青长天等和石木关系交好之人 得知消息后 纷纷来到石木洞府拜访 甚至劝说他 放弃挑战 石木自然不会改变主意 这些人劝说一番无果后 也只好无奈离去 紫灵此女 在三日里的最后一日 突然造访 在见到石木后 并未劝说石木放弃 反而与石木东拉西扯地闲聊了一通 大友 让石木先行一步 其随后也要挑战幻魔道的意思 颇让石木有些无语 在议论分分钟 三日时间很快过去 玄龄塔中 某处巨大广场之上 广场中央是一座黑色擂台 当石木来到这里之时 周围已经汇聚了数千人 一眼望去 人头攒动 比起大比的情景 也分毫不让 一个个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 显得异常热闹 这也难怪 一来是众人不用自己参战 只是纯粹看热闹 自然显得更加轻松 二来今日出手的 都是上位弟子 无论如何 都能增加不少阅历 为之后的大比增加砝码 如此一来 自然吸引了很多有心人来此 石木的出现 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 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看了过来 由于其自从加入圣地后 表现得颇为低调 大比中 也并没有引起太多人关注 形象颇为神秘 这几日 石木一直闭门洞府 除了几个熟人 其他拜访者也都没有见 众人自然都极为好奇 想看看石木 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敢一口气挑战 排名前三的弟子 石木对于周围的目光 视而不见 身形几个闪动 便落在了中间的擂台之上 擂台之上 此刻站着一名 投生独角的天位后期老者 看样子 应该是一名妖族 你就是石木吧 独角老者上下 打亮了石木两眼 脸上露出一丝和蔼笑容 是 弟子正视石木 石木面色平静地说道 好 星星还算不错 既然都到了这个地步 我也不和你说什么了 想必你对于 闯幻魔道的前提条件 也已经有所了解了吧 独角老者问道 弟子明白 石木说道 那就好 你们都上来吧 独角老者说着 单手一挥 顿时有三个身影 不知从哪里一闪而出 落在了擂台上 献出了龙战野 林峰 云翼三人的身影 龙战野居中而立 林峰 云翼分立左右 三人一出现 顿时引起周围围观弟子一阵热议 现场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 本来看向石木的目光 也纷纷转到了三人身上 三人都是雄具百年弟子清安榜前三多年的成名人物 各自拥有不少拥顿 此刻也纷纷为三人喝起采来 龙战野和云翼跟石木都不熟 刚一上台 便眼神 好奇地看了过来 毫不掩饰地打量起石木 林峰看了石木一眼 面色淡然 面带微笑 石木目光一扫 对着林峰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随即便收回了目光 肃静 百年弟子石木 申请挑战幻魔道 按照门规 须得战胜青篮榜排名前三弟子 方能取得进入资格 老夫金涛 受命主持此次比试 独角老者 对着附近众人 扬声宣布道 此言一出 原本宣道的现场 顿时安静下来 笔试分三日举行 今日举行第一场 石木 云翼二人留下 龙湛爷与林峰二人 请暂且离开擂台 金涛说道 希望两日后 还能见到你站在这里 龙湛爷对石木 如此说了一句后 身形一晃 当即化为一道金光 飞下了擂台 落在了附近 林峰朝着石木点了点头 也飞身离开 笔试开始 金涛大喝一声 挥手打出一道光芒 擂台附近顿时亮起一个青色光幕 将擂台包裹住 石木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看向了不远处的云翼 云翼此刻也看了过来 二人四目相视 似乎都没有立刻动手的意思 你就是石木 连天位境界也没有达到 竟然就想要挑战幻魔道 真是不知死活 云翼冷声说道 石某自有打算 就不劳云师兄挂心了 石木说道 哼 不知好歹 想要挑战幻魔道 就先过我这一关吧 云翼脸上一冷 直接动手 他身形一晃 当即在场上化为几道紫色残影 直奔石木而来 好快的速度 石木心中一领 这个云翼的速度 比他见过的所有人都要快上几分 刷 石木身上红光大放 背后出现一对 掺杂着白光的赤色火翼 他身形一晃 同样化为了一道红色残影 消失在了原地 一红一紫 两道残影 彼此交错追逐 越来越快 擂台之下 众人看得眼花缭乱 别说看清二人动作了 此刻连残影也渐渐模糊了起来 顿时发出一阵惊叹的欢呼 清肠天神情复杂 他一向以速度自傲 但是擂台上的两人 任何一个都肆意不在他之下 还胜过不守 不错 竟然能跟上我的速度 有些本事 紫色残影瞬间停住 现出了云翼的身影 你也不错 红影一闪 石木的身影浮现出 小子狂妄 云翼脸色一冷 手中紫光一闪 多出一柄紫色羽毛宝扇 此扇布之用的是 何种妖兽的羽毛所制 共有九根 上面刻露了无数符文 散发出惊人的灵气 这扇子的威势 赫然已经超过了灵气的范畴 俨然一件威力极大的法宝 圆刚扇 云翼的得意法宝 擂台之下 有人惊呼出口 石木面露一丝凝重 手中不知何时 已将如一兵铁棍紧握 别以为有几分速度 就能和我分庭抗礼 吃我一记圆刚天风 九根羽毛根根张开 猛然对着石木一上而下 呜 一道粗大紫色龙卷风 从扇间爆发出来 龙卷风竟然呈现出 一种晶莹斑驳的颜色 划过虚空 发出令人耳膜发颤的呜呜之声 由于紫色龙卷风速度极快 周围不少人 似乎只是看到前一刻 其从云翼手中宝扇中击出 眨眼间便到了石木身前不远处 石木脸色一惊 双臂一挥 手中如一冰铁棍 顿时掀起一阵白色气浪 灵蛇出洞 他大喝一声 手中如一棍往前一脚 身前白色气浪 顿时随着长棍翻滚 飞快胀大 转眼间化为一刀巨大的白色风柱 迎了上去 两刀风柱一下交叉 碰撞在了一起 砰的一声 石木击出的白色风柱 一下溃散开来 不敌云翼的圆刚天风 紫色龙卷风柱 仿佛一条巨大紫色巨蟒 狠狠抽打在了石木身上 将它一下子打飞了出去 此刻石木身上不知何时 已被金色灵甲覆盖全身 看起来并没有受伤 破空声传来 紫色风柱继续追击而来 似乎不死不休 石木眼神一冷 手中如一冰铁棍 黑光大放 猛然横扫 横扫千居 一道粗大黑色棒影 狠狠横击在了紫色风柱上的薄弱之处 仿佛打折七寸 轰 紫色风柱轰然碎裂 化为一股狂风爆裂开来 石木脚下猛然一塌擂台 咔嚓一声 被静置加固的擂台 竟然浮现出道道裂缝 借着这一塌之力 她的身体仿佛一颗陨石 朝着云翼飞射而去 几乎瞬一般到了云翼身前 双手持棍 猛然击下 苍鹰盖顶 如一冰铁棍上 绽放出刺目的黑色光芒 所过之处 虚空也泛起阵阵波纹 棍影位置 一股恐怖威压 已经轰然而来 云翼正在酝酿第二发圆刚天风 此刻脸色大变 顾不得再发出攻击 手中圆刚扇紫光大放 一闪化为一个扇形盾牌状的事物 挡在身前 轰隆 黑色长棍狠狠轰击在圆刚扇上 无尽黑子两色光芒爆裂开来 掀起阵阵强烈进风朝四面席卷而开 下方擂台地面也被炸裂出一个大坑 附近的青色光芋剧烈抖动 几乎马上便要碎裂开来 半空之中 独角捞者脸色一变 一挥手 一团青光从他手中飞出 似乎是一块令牌 融入了青色光芋中 青色光芋立刻稳固下来 非但如此 擂台地面也浮现出一层青光 擂台附近 众人目瞪口呆 此刻台上二人的攻击力 未免太过可怕 这才交手两下 便弄出了这么大的声势 几乎将擂台毁掉 这也让擂台周围的不少人 对石木这个新人弟子的实力 有了一番重新认识 不少原本看清石木之人 此刻纷纷闭上嘴巴 哑口无言了 青长天 赤霓子等人 此刻的神情显得有些复杂 他们曾经和石木 是同一批败入青蓝圣地之人 实力也相差无几 但是曾经的意气奋发 却在九年前 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此刻石木展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远远不是他们所能比了 另一边 子灵反倒是看得津津有味 甚至还不时挥舞小手 拍手叫好 第549章 破患 擂台之上 身影晃动 石木二人几乎同时 从黑紫光芒中倒射而出 分别撞在青色光幕上 再次引得光幕一阵巨颤 云翼咳嗽了几声 张口喷出一小口鲜血 伸手失去嘴角血迹 另一只手中云钢扇紫光闪烁 比起之前暗淡了不少 石木手握如意棍横在身前 胸膛微微起伏 看起来却比云翼要好得多 只是脸色微微发白而已 论肉身强度和武技 他自问不会输给对方 云翼师兄 竟然落了下风 这石木究竟什么来头 擂台附近为观众人惊讶之余 议论纷纷起来 这云翼虽然肉身不强 但其乃是风铃之体 天生便有御风能力 竟然如此狼狈 青长天口中喃喃自语 似乎有些不敢相信 石木即敢挑战幻魔道 自然有些本事 不过我看这云翼 应该还没有发挥出真本领 谁胜谁负还不知道 赤妮子如此说道 另一边 龙战爷眼中也闪过一丝吃惊之色 继而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其身旁不远处凌风目光微闪 面色淡然 好 很好 正面硬汉 我承认不是你的对手 不过接下来我这一招 看你要如何应付 云翼冷冷说道 竟然一挥手将云刚扇收了起来 那要看你是否有这个机会了 石木低贺一声 身形飞射而出 直扑云翼而来 身形位置 手中如一冰铁棍黑光大放 绽放出无数道密集棍营 朝着云翼铺天盖地而去 不容他出手 此刻的云翼双臂朝两侧展开 头颅微微抬起 竟闭上了双目 紧接着 其身上呼得泛起道道清光 身体竟然变得透明 直接融入了空气之中 风声一起 石木的棍影 尽数打在了空处 风盾 石木见此情形 眉头不经一皱 脸色凝重 就在此时 其背后虚空符现出点点清光 云翼的身形 诡异地浮现出 石木背后 如同长着眼睛一般 豁然转身 双臂一转 手中长棍毫不迟疑地横扫而出 云翼脚下轻轻一点地面 身形仿佛风吹柳絮般一晃 躲过了这一击 风扫落雁 石木身形飞扑了上去 如一冰铁棍 爆发出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一道道棍影 纵横交错而出 然而云翼此刻只是一味躲闪 气势惊人的密集棍影 竟连对方寸缕都无法摸到 并且随着云翼身形晃动 一阵风笛般的悠扬声音 从其身上悠然传出 出闻颇为悦耳 并未见什么不妥 不好 石木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就立刻脸色大变地失声出口 但其纵然肉身强悍 且周身被一层赤光覆盖 但在这仿佛有生命的射魂魔音前 却根本无济于事 这声音立刻从他的耳中 朝着他的脑海中钻去 他只觉得脑海一阵嗡嗡作响 全身气血浮躁 眼前画面也随之一阵晃动 神魂攻击 石木心中大领 这才明白云翼所谓的杀手锏 他猛地一咬舌头 刺痛使得他脑海一清 竭力运转赤元火精 镇压体内躁动的气血和神魂 同时催动神石之力 护住石海 幸好他身为越阶术士 精神力本就不弱 加上之前在天心殿修炼数月 体内真气被大大惊唇了一番 这才勉强镇压住了体内情况 不过石木身体也开始摇摇晃晃 仿佛喝醉酒一般 不过却物资没有放弃舞动长棍 朝着云翼发动攻击 怎么可能 既然如此 云翼脸色一变 旋即眼中露出挣扎之色 片刻之后他一咬牙 身体一晃地闪过树道棍影攻击 出现在擂台一角 射魂摩依 随着其一声低吓 双目紫盲大放 散发出一圈圈诡异的波纹圆圈 朝着石木笼罩而去 石木抵挡耳中 魔音本已十分勉强 身体一碰到那诡异波纹 顿觉眼前风景一变 下一刻 猛然发现 自己赫然身处在一处无边火海之中 周围入目处 皆是翻涌滔天的火浪 热浪滚滚 舔视着他的身体 让其连呼吸都大感无法继续 不 这只是幻境 石木朝着周围看去 立刻闪过一个念头 他连忙竭力释放神石之力 一圈圈缠绕神石海 同时手中如翼棍紧握狂舞 试图破解周围的幻术 与此同时 擂台之上 云翼身体微微抖了一下 亮呛了两步 勉强站稳 大口喘息 而不远处 石木眼神迷蒙 整个人仿佛木桩一般站在原地 手中如翼棍狂舞不止 擂台附近 为观众人议论纷纷 这石木看来是要败了 以地阶后期挑战天位舞者 本就太过勉强了 云翼师兄本就以身法和精神攻击见长 就算实力比他强的人 初次遇到 稍不留神便会中招 更何况石木辞子 不过地阶后期修为了 哼 搞看这小子了 龙站也哼了一声 看着呆立的石木 眼中浮现出轻蔑之色 擂台一角 云翼喘息了几下 这才缓缓平息下来 目光看向呆立的石木 幻境之中 石木面露疯狂 口中发出怒吼 手中长棍越舞越快 咚咚咚 他心脏剧烈跳动 临海中一波波强大无比的 真气波动扩散开来 不停地冲撞 一股无形的束缚 到这般田地 还妄图试图抵挡 简直不知死活 云翼手中紫光一闪 圆刚扇再次握于手中 那就让我送你一场马 云翼低贺一声 手中圆刚扇子光大放 猛然朝着石木所在一扇 顿时间呼啸声大起 一股深紫色狂风 从扇中蜂拥而出 转眼间 狂掌巨大画质数十丈大小 朝着石木所在席卷去 就在此刻 石木身上陡然赤光大放 滚滚火焰浮现出 凝聚成一个火焰护罩 轰咚咚 他体内真气翻滚 发出怒涛般的声音 已比平日快了十倍的速度流淌 他的心脏也咚咚剧烈跳动 仿佛重锤肋骨 石木竭力挣脱幻术 就在此刻 他脑海中神识鬼叉地 浮现出两次陷入翻天棍幻境的情景 幻境中的种种情况 飞快在他眼前划过 他鬼神神拆斑 隐约抓住了一丝明雾 脑海中神魂之力 以一个诡异的情况转动 周围的烈火幻境 剧烈震荡起来 对 就是这种感觉 给我破 石木陡然大喝一声 眼前骤然一亮 一丝清凉质感席卷全身 烈焰粉体的幻境 消失无踪 但是此刻 一道连天接地的巨大紫色狂风 已经到了他身前 千钧一发之际 他手中如一冰铁棍一晃下 就化为无数道黑乎乎棍影 如同小山般幻化而出 迎向了那道巨大紫色狂风 半空中发出一声大响 漫天黑色棍影 与紫色狂风交织闪烁不停 掀起的巨大灵压 将附近青色光幕阵的狂战 弹玄即便纷纷溃散 一副不相上下的样子 石木身躯大阵下 往后退了两步 不过体表的火焰护盾 除了狂闪外 并没有消散 怎么可能 你竟然挣脱了 云翼大惊 让云师兄失望了 此刻的石木双目清明 哪里还有丝毫之前的迷蒙神情 说话间 一道黑光凭空出现在云翼身后 砰的一声 重重击中其腰部 黑光不是其他 正是突然变大的如意冰铁棍 砰的一声 云翼口中鲜血狂喷 连人带扇子飞了出去 直飞出了七八丈 这才落在了地上 挣扎了两下 但是还是没能站起身 你 云翼口中满是鲜血 不可置信地看着石木 石木单手一招 收起了如意冰铁棍 他已经手下留情了 否则刚刚只要再多用一份力 云翼非得肋骨尽碎 内脏破裂不可 那可是重伤 就算有灵丹妙药 也需要很久才能恢复 他和对方没有什么仇怨 自然不用下狠手 广场之上 此刻一片死寂 擂台上情况吐起胡落 情势斗转 前一刹那石木还败局已定 一转眼 云翼却被打倒在地 众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不过很快 死寂变成了哗然 擂台附近众人发出一阵惊呼 云翼竟然就这么败了 这个石木太厉害了 竟然击败了排名第三的云翼师兄 看他还游刃有余的样子 恐怕还保留了实力 真是可怕 同时有不少人的目光 开始朝着擂台某处 并尖立得两人望去 这小子果然不简单 凌峰眼神闪烁 口中喃喃自语着 哼 明天就看你了 龙战也看着石木 眼神中绽放出夺目的金光 擂台之上 石木豁然转身 视线正好和龙战也碰撞在了一起 虚空隐隐闪现出火花 龙战也和石木对视了一眼 立刻闭上眼睛 转身化为一道金色顿光 朝着远处飞去 今日 石木挑战成功 明日再次举行第二场挑战 独角老者此刻飞身落了下来 立刻宣布了结果 擂台附近顿时响起一阵嗡嗡议论 有两个人飞身上台 将重伤的云翼扶了下去 石木轻忽了一口气 也走下擂台 在所有人目光注视下 飘然远去 留给他的时间可不多 必须尽快养精蓄锐 准备明日的鄙视 第五百五十章 视如破荒 第二日 擂台附近围观之人 比昨日还多了不少 石木依举战胜云翼 此事已经哄传开来 自然吸引了更多的注意 擂台之上 石木和凌峰相对而战 不到十年时间 石师帝不仅修为大进 且身法及实战方面 皆有不少精进 看来着实下了一番苦功 凌峰说道 师兄谬赞 不过略有寸进 今日还要请师兄指点一二 石木道 你如今真实实力 怕是已不在我之下 指点就免了 我自会全力以赴 凌峰笑道 正要如此 上次大笔惨败在凌峰师兄手下 此次石某可是有一雪前耻的打算的 石木同样呵呵一笑道 哈 好 凌峰大笑一声 手中蓝光一闪 夺出了一柄三尺宝剑 此剑通体蔚蓝 上面清晰地铭刻着 许多蝌蚪般的符纹 此刻虽然还没有催动 但是已经散发出 一道道恐怖的剑气 威势丝毫不在云翼的圆钢扇之下 赫然也是一件法宝 石木眼神一闪 手中黑光一闪 也将如一冰铁棍握于手中 接招 凌峰轻贺一声 手中蓝色长剑一晃 在半空划过一道蓝银银的剑气 足有七八丈长 散发出刺骨寒意 直刺向石木面门 剑气位置 一股冰雪剑意 已经笼罩住了石木 让其有种全身血液似 都被冻结之感 丹田气腹真气流转速度 也是大缓 好厉害 石木暗呼了一声 凌峰的实力 比起上次大比 又进步了许多 这九年多来看来也没有闲着 他心中念头电传 手中动作却不敢有丝毫马虎 狂风呼啸间 如意冰铁棍骤然变长数倍 幻化出三道磅影 裹挟着大片白色气浪狂涌而出 迎向了那道冰蓝色剑气上 坑的一声金属交击之音 蓝色剑气被绵延不绝的白色气浪击碎 如意冰铁棍 顿时和凌峰手中的蓝色长剑撞在了一起 凌峰手中宝剑蓝光大圣 猛地斩下 剑势凌厉 坑枪一声 蓝色长剑和如意冰铁棍双双大阵 立刻分开 夷凌峰眼神一闪 口中轻移一声 他刚刚打算接着宝剑锋利 斩断石木手中长棍 没想到竟然没有剑弓 毕竟在其看来 石木手中的黑色长棍 虽然品节材质皆不错 但却仍只是件上品灵器而已 与其本命法宝相比 自然差距不可以以道理计 石木脚下一点地面 飘身后退 目光看向手中 如意冰铁棍表面并没有留下划痕 心中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这如意冰铁棍 虽然是上品灵器 但是在雍竹大师的妙手示威下 融入了云铁 坚硬度已经堪比极品灵器 就算是法宝 也不能轻易将其斩掠了 思量间 凌峰已经再次攻了上来 但见其目光如炬 手中长剑挥洒 一道道蓝色剑气绽放 每一道剑气都有两三丈 层层叠加 形成了一片蓝晶晶的剑网 铺天盖地朝着石木照来 石木大喝一声 如意冰铁棍黑光大放 一道道密密麻麻的棒影浮现出 如今的他 对于通天十八棍 已然滚熟于心 各种招式搭配 更能够信手拈来 此番淋漓尽致地施展出来 气势害人 一时间 坑坑之声大作 蓝色剑网 在距离石木两丈的地方被挡住 无法继续前进 异散的剑气棍影 朝着四周飞卷而开 擂台地面盾时 出现一道道深痕 青色光幕 也随之不断震荡起来 凌峰眉头微皱 连弓两次 都丝毫没有奈何得了石木 让其不由对其 又高看了几分 诗诗帝 结好了 下一刻 他长笑一声 身影漠然冲天而起 到了半空 他手中常见蓝光暴涨 剑影重重间 水声大作 一条蓝色大合虚影 陡然出现在他身后 随着凌峰手中 常见卷云般上下一挥 蓝色大合爆发出 隆隆波涛之声 然后狂涌而出 石木脸色大变 那不是什么蓝色大合 而是无数剑气汇聚而成的 每一滴水 都是一道包含剑意的凌裂剑气 擂台附近一座小山上 几名老者 不知何时出现在这里 眼见此景 一个蓝袍老者 手扶长须 微微汗手 这天为武器沧河剑法 凌峰已经身得其中三位 不错 凌峰确实是一名剑道奇才 只是自从得了排行第二后 便时常外出 常年不见人印了 另一名老者如此说道 擂台附近 众人眼见如此精妙剑法 一个个面露叹服之色 如痴如醉 时目此刻却没有这等感觉 铺天盖地的剑意 已经将它淹没 仿佛下一刻 便是万剑穿心的下场 它瞳孔微缩 神情易冷 手中如一冰铁棍 骤然亮起大片 冲天黑光 黑光之中 如一冰铁棍飞快变大 转眼间化为了七八丈长 磨盘粗细的巨棒 大片黑光从巨棒上散发而出 恍如开天魔棒 滑 擂台之下 众人眼见此景 脸色一变 发出一阵惊呼 纷纷诧异于如今的新景观 时目大喝一声 手臂金光缭绕 一下粗大了一倍 挥舞起了黑色巨棒 立拔山河 攀山越岭 立阵八方 三招一出 黑色巨棒呼啸而上 发出一声仿佛野兽般的咆哮 朝着蓝色剑合砸去 哄 两者相撞 发出隆隆巨响 声震四野 连虚空都颤抖起来 然而二者只是坚持了不足一息时间 蓝色剑合便赫然被一下击碎 无数剑气朝着周围飞射 有的甚至逆流而上 刺向了凌风 不过黑色巨棒 也被一股反正距离弹回 一端轰然砸在地面上 并有一小半身陷了进去 整个擂台猛然一抖 附近众人脚下地面 也随之震战了一下 时目只觉一股距离 从黑色巨棒上反冲而回 他灯灯灯连退了几步 脸色一白 这才站稳 他深吸了一口气 挥手打出一道法诀 从地面弹起 飞回了他的手中 半空之中 凌风的身影浮现出 看起来略显几分狼狈 脸上神情 却依旧一副淡然从容的样子 时师弟实力不俗 已经有资格接我这最强一剑了 凌风说着 手中长剑指天 口中缓缓说道 哄 一道道密密麻麻的蓝色剑气浮现出 转眼间覆盖了 擂台上空所有空间 入目之处 皆是一片蔚蓝 与此同时 无穷无尽的剑意扩散开来 瞬间笼罩了整个广场 当擂台之外的众人意识到这一幕时 其被纸具仿佛被利剑穿身 一些修为弱小的脸色发白 朝着后面退去 时目首当其冲 自然早已被剑意笼罩 不过他在死灵见面厮杀三年 自然不会被剑意影响 时目眉头一皱 身上金光大放 瞬间完成了图腾变身 手中如一冰铁棍 也绽放出大片黑光 半空之中 凌风手中宝剑剑芒越来越大 已经将他整个人笼罩在了里面 囚语剑势 凌风大喝一声 半空中的无数剑气蓝色 剑芒大放 猛然一震 下一刻如漫天星辰坠地射 朝着时目飞射而去 一道接着一道的剑气飞射而下 发出阵阵刺耳见笑 这星河坠地的剑势 比起刚刚的苍合剑绝 无论是威力还是气势 都大了数倍不止 时目深吸了一口气 手中如一冰铁棍猛然一震 白色气芒出现在他周围 轰隆一声闷雷巨响 白色气芒中 响起百兽嘶吼的声音 隆隆传来 竟然一下盖过了半空的剑笑之声 下一刻 随着一声嘹亮吼声 无数白色巨兽从气芒中跳出 组成一道百兽红流 空气剧烈阵战 恍如废水一般翻滚 轰隆 两股红大无比的红流轰然相撞 绽放出比太阳还要明亮的光芒 整个擂台剧烈震动起来 周围的光幕也疯狂阵战 半空之中 独角老者面色一惊吓 连忙双手食指一阵车轮般变化 连忙施法稳住光幕 免得光幕碎裂 里面两人交手余波扩散开来 伤了周围众人 擂台之上 被刺目光芒笼罩 看不到里面的情形 只能听到震耳欲聋的隆隆巨响 巨响持续了足足一刻钟 才停歇下来 刺目光芒缓缓缓消散 露出擂台上的情形 擂台附近 围观众人纷纷自觉点一个个屏住呼吸 目光移转地看了过去 擂台之上 石木和凌峰相隔数丈站立 两人看起来都极为狼狈 石木的图腾变身也已经消失 两人全身衣衫碎裂 披头散发 体表鲜血淋漓 不过二人此刻都站着 一时看不出胜负 凌峰身体摇晃了一下 喷出一口鲜血 半跪在了地上 不错 石师弟进展神速 实力更是强横 是我输了 凌峰看着石木 如此说道 擂台之下 一片哗然 凌峰师兄 承让了 石木此刻 面色也是苍白之极 微微拱手说道 事业 石木洞府之中 石木盘西座于中央的一个蒲团上 调膝打坐 半晌后 他睁开双眼 目光坚定 只要再剩一场便好 再剩这最后一场 他便能挑战幻魔道 进入第二层空间 寻找白原宝藏 石木深吸一口气 翻手取出一枚丹药服下 握住两块零石 飞快恢复起真气来 宝藏